坦克高速奔驰越过沙地水池 阿兵哥得拿重型武器快速完成任务 2021年国际军运会在大陆新疆登场 来自42国280多支队伍竞赛比拼 堪称军事版的国际奥运 喇叭响起宣告比赛开始 就连今年2月发动政变的缅甸军坦克部队 也被邀请参加 这也是缅甸军在政变后首度在国际亮相 坦克两项是俄罗斯军方参照冬季两项发起的 现代军事体育比赛 坦克成员得在崎岖地形中展现多种技巧 涉及不同距离的标靶 这个项目今年共有1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队参赛 大陆红色涂装的96B坦克在C场亮相 最高驾驶时速达76公里 夺得小组内第二名陈机 同时大陆也派出11架军机 包括歼16战机 运20大型运输机抵达俄罗斯 主要是对后期考核的一些科目进行一些适应训的一个训练 从下午以后生成了很多雷暴云 那么在空投过程中对空投的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 我们按照我们之前的研究和预想预防 有效地推算出空投的数据 从这次成绩来看还是比较符合我们的预期的 为了在赛事中拿下好成绩各国士兵使出浑身解数 要让各国见识军事实力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news频道并开启小铃铛 同时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焦点等你哦 就是令人开启小铃铛 Shaykhaggleiders 就是令人开启小铃铛 Chase《必enan法选择 ud ev和和平双第二次》